这一世界还有 嘉义市这家咖啡厅 认为隔壁鸡牌店 常常飘出油耗味 引小到他们做生意 气得提告 要求赔偿60万元 但是呢 鸡牌店也反击 也摊开机查记录 说一切都是符合法定规范的 法院结果出炉 认为咖啡厅没有办法举证 臭味是来自鸡牌店 因此后续判决 咖啡店败诉 咖啡店门口摆满豆子 明明应该散发咖啡香 但老板却不开心 因为他认为 隔壁鸡牌店的油耗味 时常飘过来影响生意 有人说没味道 但咖啡店家表示 用尽办法 还是挡不住 鸡牌店的恶臭味 气得提告对方 损害赔偿60万元 但鸡牌店业者主张 十次环保局 三次卫生局 击查记录都合格 而且店内也有 加装筹逢设备 最终法院结果出炉 判决咖啡店败诉 法院审理认为 店家有积极防止油盐扩散 且多次击查都符合规定 咖啡店家主观无法忍受 因此驳回控诉 许是乡林店家闹上法院 双方还是为了味道 闹得不愉快 记者太重吴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以后